欢迎收看本节目 无人后卫丹妮格林说 我们只是愿意挺身而出 愿意把一切都赌进去 尽管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好的机会成为 赢到最后的球队 气氛非常紧张 各支队伍都在离开会场 这个夜晚没有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早上 球员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 与联盟的老板和高管们通了电话 包括下落特黄峰队老板 麦克尔乔丹在内的一些体育界 最有权势的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麦克尔是一种平静的影响力 小牛老板马克库班告诉我 我认为这真的很有影响力 因为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人们都在想 共和党人也会买球鞋 祝乔丹引起争议的一条采访言论 这时麦克尔乔丹站了出来 真正的和球员们交流 真正的说 好吧 我们都团结在一起 我们需要做什么 勒布朗詹姆斯是最后的决策者 我认为勒布朗真的非常令人幸福 酷班回忆到 他谈到 我们需要如何 与非洲裔美国儿童建立联系 真正打动我的事 他说他长大的地方的很多孩子 都买不起有线电视服务 而唯一能看我们比赛的方式 就是在有线电视上 我们面临的挑战 是解决这类问题 并提升人们的地位 所以这个问题 不是关于有线电视服务 或在有线电视上 观看NBA比赛 而是 我们如何帮助这些孩子 改善他们的生活 编辑 Ocea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